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Hydrofacial面部护理仪的一个操作流程 在操作流程之前呢 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它所具备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开机以后的话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界面上呢 有四个工作头的一个显示 分别呢 是有下面的第一个 水雕头和钻雕头 第二个喷氧枪 第三个BIO微电流 第四个PDT光动力 那四个工作头分别代表什么的 作用 我们说它是一个面部深层护理的 这样的一台仪器 所以呢 第一步的话呢 是在于它的一个清洁 那清洁的话呢 主要是这两个工作头 这两个工作头 这一个呢 我们叫钻雕 这一个叫水磨头 钻雕头的话呢 通常是用在面部角质层比较厚 皮质比较厚 死皮比较多的情况下 就是用来去除我们面部的角质层 这一个的话呢 这一个的话呢 我们称之为水雕 也称水磨头 它主要的话呢 是通过水的一个循环的话呢 将我们深层 毛孔深层的这样的一个垃圾 进行一个清洁 清洁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一个偏氧枪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偏氧枪 我们呢是将营养液 放置于枪头内 喷氧枪的作用的话呢 主要是将我们的营养液 可以均匀的 作用于我们的肌肤上 那偏氧枪后面的话呢 是我们的BIO工作头 BIO工作头的话呢 也就是微电流 这个的时候呢 是要涂抹凝胶 涂抹凝胶 最好的话呢 可以用芦荟胶 起到一个修复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可以看到这个能量是可以调节的 能量是可以调节 从1到9 从1到9 那一般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是以1开始给客户去做 让它有微微的感觉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能量是最合适的 好 第四个的工作头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PDD光动力 PDD光动力 它主要的话呢 有红光紫光 绿光和橙光 不同颜色的光呢 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它也有一个能量的一个调节啊 然后的话呢 有三种模式 三种模式 有快闪模式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我们现在调的是1的这样的一个能量 常规的模式 我们用红光啊 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红色的 这一个的话呢 就发出了光 红光的话呢 可以起到 促进我们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活跃 达到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通畅 美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紫光的话呢 主要是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绿光的话呢 主要它是镇定 成光主要是去除黄气和美白 那当然的话 在操作的时候呢 四个光是可以同时操作的 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两种 因为客户的话 它的面部的肌肤问题 也不止单纯的一种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相结合 比如说红光和成光 绿光和紫光来进行结合 对它的皮肤进行一个修复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实操一下 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用我们的转雕头 给它去除角质和死皮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用到转雕头 打开其中的一瓶水 水的话呢 如果用完的话 是可以进行一个切换的 可以进行切换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边是有一个负压的 还有一个水量的一个大小 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在这儿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调节到合适的范围 就可以给它操作了 先布水 先布水 撑开皮肤 用完转雕头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就切换到我们的水 水磨头 水磨头的话呢 也是选择一瓶水 然后呢 开机 可以感觉到有水磨的时候 先在手上试一下 压力的大小 然后再来给它操作 也是先布水 然后再操作 那如果发现水磨有点大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将水磨进行一个切换 在下面 将水磨进行一个切换 端到中等里面 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掉 转雕头和水雕头里面通常呢 是含有一些倒出液的 所以呢 做完这个以后的话呢 要用常规的一个三盆水的清洁方式 再给它再清洁一次 这样呢 可以将上面的残留物 进行一个更好的清洁 这个的话 清洁完以后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营养的导入 那就切换到我们的喷氧枪工作头 里面已经放置了营养液 双击 即使打开 就是当它变成绿色的时候 稍微隔得远一点 这样的话呢 保证营养的营养液的一个小分子 所以避开眼睛鼻子 从上往下 做完我们的喷羊以后 我们就要涂抹凝胶 薄薄的一层 然后打开我们的BIO 工作头 双击 调到一的能量 打开 好 这样向上 进行一个提升 速度稍微要快一点 根据客户的一个接受度 可以进行一个能量的调节 BIO光动力后 可以将凝胶 浮于面部 来进行我们的PDD 光动力的一个修复 我们可以打开红光 红光和橙光 将关动力做完以后 若是有多余的凝胶 我们将它进行一个清理 然后再进行一个清洁 清洁完以后 常规补水即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